大家好,我是Mr.Edmond So. 今天會為大家講的就是Lotability 那第一件事當然就是要先駁上Google Drive 因為你有很多的文件都是在做完 然後上載上Google Drive 那我就會來這個位置 就是Setup那裡 然後你就要去Manage Account 那我本身就Login了進去Google Drive 那你按Login之後 不如我試一下Login 那你選擇自己的帳戶 咦,那就糟了,好在 要不然在打我的帳戶,全世界都知道 OK,Change Password Not Out 那你就Allow它 那你就Login了 那Login了當然 你可以按這個加 啊,對不起 Login了之後你可以按 咦,真的加 那第二件事 我們就是要拿出帳戶 我們就會在右上角 按一按,它就會彈出來 我會選擇 我會選擇 在哪裏 由於我只有Google Drive 那我就是這樣打Google Drive 好,大家看到了 等確實是漫長的 不過,等完之後呢 就進到Google Drive 譬如說我本身有一堆數學的帳戶 那你自己選擇 那譬如我在中五級的 那我就拿一個中五級的帳戶 那就放在哪個位置呢 我們可以選擇 其實我特意試試選擇其他位置 譬如我選擇 好,我當作考試吧 溫習那個位置 然後就選擇 那就可以了 其實這一刻你都可以選擇多個 去那個Google Drive 那裏 好,那我們就回到 剛才大家看到 我不是選擇 第十九課的 不是中五第十九課 我是選擇了中五的考試溫習那裏 那我就找回一個 檔案出來 在這裏 好 好 好 這個就是我之前做下去的 的Notes 來的 那就 很有趣的 如果現在這一刻 你是去 想改一些字 不行的 有時候人們會問我 為何我改不行的 原來是這樣的 因為這個Google Drive 對不起 這個PDF檔案 我已經是拿了上去 這個 Google Drive那裏 這個檔案 這個PDF檔案 已經上去 Google Drive那裏 OK 這樣以往 我們就 那些字可以拆的 現在是不能拆的 這次 OK 好 那裏 這裏又完成了 好 那我們關於Lockability 把那些 檔案放進去 我們還有一招 就是不敷Google Drive 有什麼方法呢 看看 我們就會開了 WhatsApp 然後我選擇了一個 在WhatsApp裏面的 檔案 一拍下來 你會看到有一個 上載的 你一按它就會彈出來 那我呢 就會用AirDrop 你一按 你會發覺 你的iPad突然間 彈出來的 OK 那我們就會選擇 Lockability 那跟之前的情況一樣 到底是不是一個 Stand alone 如果是的話 我會選擇 一個New 然後選擇一個位置 放進去 那我就選擇 原先的位置 在哪裏呢 先看看 選擇這個 原先 看八課 那我就會 import進去 那你見到 import 由於是同一個位置 有兩個檔案 它會很聰明的 會改成另一個名的 OK 那這一招也都搞定了 多謝大家 那到底 是不是一定要 在 Lockability 裡面 去駁上Google Drive 然後去拿個 檔案 不是的 我們還有其他招數 另一招 就直接在 Google Drive 裡面 去回你喜歡的 PDF檔案 我又 選擇中五級 例如我突然間 想拿這個 檔案 下去 這個 Lockability 那裏 那我呢 就是按這個 那他就說 咦 你是不是想 send a copy 對了 我就是send a copy 那你見到 嘩發達了 有Lockability 一拍下去 那他又是問你 喂 是不是開一個新檔案 還是加在一個現有檔案裡面 我們永遠都是 stand alone 除非你很有理由 不是的 我這次一定要放在 某個檔案後面 駁在一起 那就零計 好 那我就 import 下去了 完成 接著 走到Lockability 那裏 看看我的檔案 存不存在 剛才說我扔了過來 沒錯 在最底的這個位置 OK 那我可以進去看看 咦 可以了 好 這次呢 這個是空白file來的 當然啦 我們有幾個按鍵 想試一下給大家的 第一個 寫字 寫字當然沒問題 文書 OK 這些應該大家認識 那旁邊的螢光筆 做什麼呢 螢光筆就是highlight 那麼少東西 還有一些招式的 還有這個 你只要把它打一個 叫做四方框 舉形 長方形 這樣就可以了 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大 縮小 那你可以把它highlight 某些東西 啊 第二條 B那裏 是比較重要的 各位同學 大家留意了 OK 那是不是只有這麼少東西 還有的 這個很划算 看著 如果你真的打一個 四方形出來 即是正方形 Square 它呢 就很慘的 這個就不可以像旁邊的 圓形 那樣 給你隨意調控 width 和 length 即是長闊 不能夠隨意調控 的 留意 還有一個搞笑的 這個 這個 是打一個圓形 都可以 還有圓形 你喜歡裡面 沒有顏色 可以嗎 又可以 喜歡線條 粗一點 可以嗎 再粗一點 還可以 幼一點 又沒有問題 OK 粗有自己選擇 顏色不同 可以嗎 顏色不同 也可以 裡面的內隆 我喜歡它有藍色 OK 如果你的圓形 如果你的圓形 可以 Square 當然也可以 我們又 有不同的顏色 反過來 是那個圓形 即是 那些邊 那些邊 不同位都可以 OK 好 原來這個功能 在筆那裡 都可以做到的 筆那裡 你都可以打一個quad 來做什麼 譬如我們教書這樣說 你做這些文字題 你最重要就是 認一下英文字母 來來去去 都只有兩份英文字母 對不起 初頭的時候 當然是在說 那我就highlight了它 OK 那就變成了 我們解題 或者一些重要的字眼 就可以 用這些quad quad 可以highlight 不同顏色 都可以 OK 那這個quad 可不可以做圓形呢 都可以的 做完圓形之後 又可不可以變成 實心呢 又可以的 不同顏色 可以嗎 不同顏色都可以 我就Dubic 那就 轉什麼顏色好呢 隨便 綠色 綠色邊 粗一點 再粗一點 可不可以 我弄不喜歡的顏色 做個黃色龜炭 那你會問 咦有沒有分別 highlight那個圓圈 還有你用圓筆 或者用Plan 做出來的圓圈 有的 highlight那個呢 其實它是透的 而這個呢 用Plan做出來的 是不透的 OK 好 那筆那裡也介紹了 那就拆膠 拆膠 拆膠有什麼好笑 一拆就不見了 咦 死了 拆了再再再 那怎麼辦呢 拆了再再再 按Undo 就回來了 OK 那有沒有拆得 抵死點 什麼叫拆得抵死點 抵死點 抵死點 我呢 一拖 這個呢 就叫做Parsal 就是說呢 我只是 抹去圖像的 某一個Pars 可以嗎 那Parsal 之後會怎樣呢 這個呢 就會成為了兩個半圓 的了 好 OK 這裡挺搞的 好 那就介紹了 幾顆按鈕 不如介紹一下 T這個按鈕 T這個按鈕 你看看發生什麼事 我們可以打字下去的 好 挺搞的 接著我就介紹 剪刀的按鈕 剪刀的按鈕 不是真的用來剪東西 是用來剪材的 那些時候 譬如說 我之前有些符號在這裡 那 我就用這個 剪刀的按鈕 就叫出來 它有些 Menu 給你用下的 例如Style 改一些字 OK 又或者 Duplicate 剛才我都很快 沒有介紹過 但是做了出來給大家看 那些 還有剪刀的按鈕 剪刀的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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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剪刀的按鈕 另外還有一個按鈕,就是這個手指 這個手指其實就是當你用了手指的一格 你就可以把這個筆,我們正在用的手指 成為了一個Larigator 就是將它抹上抹落的一頁 最後這個紅點未必每個版本都有 只要不斷更新,它就始終出生 這個紅點是相當有用的 因為這個Laser是很重要的 在教書的時候,我正在說哪一塊 我可以指給大家看 在教書的時候,突然那個同學不太懂得回答 你要給他一些Hints,你要導引他 你要導引他的時候,你就要用這些紅筆在那裏 在那裏,整色整水,不如按一按 OK,好,那這節說到這個,我們再下下一節 咦,我沒有Google Drive上某一個PDF檔案 我只得一件實體的文件,那怎麼辦呢 如果你在教員室,我當然叫你去影印機 然後他問,咦,是不是繼續 或者這樣說,這個File這一刻 其實你還可以透過人手去調教一下它的邊 譬如你完全不想看到啡色位置 你可以做得很漂亮一漂亮 OK,然後我不是只有一頁,只有兩頁 我們就在下面按,Keep scanning 我當作是尾的那一頁 好,那又來多一頁 好,這樣的話呢 我就應該,就有的了 咦,為甚麼按錯鍵 好,再掃多一頁 好,接著之後,調整完 按完,Keep scanning 接著呢,原來有一個Save的 剛才我傻子而已 應該一下就按了Save 然後他問你,這個影像到底是 一定是保留一個PDF檔的 我們九成九九都是保留一個PDF檔的了 為甚麼呢,因為PDF檔呢 你在用Lutability的那些按鍵 是容易控制很多的 OK,那你又多一個file 你又可以寫一下東西了 OK,好,那這個位置呢 我們順手介紹多一點點東西 就是介紹這個 相片的功能 即是我怎樣插一個相片 那就... 我喜歡吃東西,那就這個吧 那你插入了這個相片的時候呢 可能有很多邊皮位是不適合的 那你記得了 你可以按這個剪刀,然後點回它 那你就可以Cross它了 OK,那你就可以做得好一點點放在這裡 OK,沒有得把它Dubicate 當然有的 Copy and paste 又可以的 好,那這裡就連續介紹了兩件事 第一呢,就是我們直接在一個眼檔裡面 scan,放進去這個Lutability 第二呢,就是加上這個相片 和相片編輯的功能給大家 好,我們再下一個部分 接下來呢,我們就會介紹一下 怎樣為一個Final改名 譬如現在你看到這裡有一個Final 叫做Test 2 我不喜歡叫做Test 2 我喜歡叫做Test 1 那我就會按Edit 那你會見到呢 你拍下去它就可以彈出來的 我叫做Test 1 OK 好,接著按Done 那就搞定了 進去呢,原來都有個位可以改名的 我們去回那個名字那裡 接著呢,我就卡在Test 1那裡 好,我做了,因為呢 這個位置又尷尬一點點的 我這樣按,你未必看到的 我再來一次,其實我是按了 現在這裡顯示的叫做 Insert Last Image 這樣一個位置 其實一按它就彈出來的了 OK 那我叫做Change Lame 就改了它的名字 我們就叫Change Name 好,那就搞定了 好,接著我們就在想著 怎樣將那個PDF檔 上去Google Drive 我們有兩個方法的 第一個方法就是 首先檢查了個名字 因為呢 你在Google Drive裡面 你已經有一個 檢查了名字 那就應該叫做 比如我這個叫做 5B19ws01E Space Underscore EX19B 那我就沒有Notes 為什麼呢 為什麼無端D個位 我又會加多Notes 這個原因呢 就是 我上載這個 這個檢查 就會掩蓋了 原先 青頂白症的 清水版的 檢查 將來如果我給筆記 我當然會給 清水版 就不會給了 有這個筆記版 OK 所以就記得改名了 好,那我們 我們大約會上去 我們打發 就是第一招 按這個鍵 就是Send To 接著呢 就是 測入Google Drive 然後再按 Folder 這個鍵 亦都其他 你的 充滿時間 就視乎 你那個Google Drive 是否有很多 好,那 鑊上去之後 便會問 你呢 你呢 就放在哪一個Folder 那我就放回去 我自己開好了的 什麼 數學 中五 第十九課 有一個筆記的文章 我便拍Export to這個Folder 他便說Send to Google Drive 就說只有一個等字 他上載其實不慢 只不過是開Google Drive的時候 是比較慢的 如果你趕著上課突然間又要上載上去 那怎麼辦 還有另一招的 就是用E-mail OK format也是PDF 我便拍下去了 他便會問你發送給誰 那我就發送給我自己 Edmundsoul 之後之後 L-H-Y-M-S-S-DOT 這個Net 就拍Enter 然後你見到藍色戰爪 一拍 那我就可以走過去 E-mail 那裏 或者叫Gmail 那裏便能收到 好 來到這一部分 Mr.Soul又想展示些什麼呢 那我就想展示一下 Lootability的Copy & Paste功能 蛤? 抄啊 剪啊 都有功能 這些就是我剛剛寫過的字 那我就在一份文章裡面抄出來的 那我就可以抄下去 另一個PDF檔那裏 OK 譬如說我現在呢 就會準備課堂 準備課堂呢 那由於呢 我教的Circle Equation 呢 就最重要有少少的資料呢 就是同學仔 要比較 牢牢這樣去 用 那 希望用得多 就記得多 那我就抄定在這裏 那變成我上課的時候 要趕書的時候呢 很快就可以拿回這個筆記 抄回到題目那裏 那裏 那情況呢 就好像我之前教的同一課書 教Locus那樣 咦 去哪裏 這個版 找不到呢 我唯有就開了這個鍵 看著 來一次吧 那在這裏抄就當然是方便些啦 那 譬如 我呢 就很多時候呢 就要用這個 的筆記 譬如 教F43的時候呢 那我也都會把一些 重要的東西 抄來抄去 例如呢 我這次呢 就是抄了相片的 那這幅相呢 就在 上高抄下來 我做一次給大家看了 那我就拉一個框框 即是用剪刀拉一個框框 然後點一點 那就Copy Copy完之後呢 那我想找個地方 放回去的話 隨便找個空位啦 譬如我教到那裏 我要用的時候呢 那我呢 就是 Placed Image 那它就走出來 那如果呢 如果呢 有得這樣抄寫呢 是非常之強勁的 這個功能 就是我做到哪裏 我要提一些學生的時候呢 那我就提到哪裏 我就不斷地Copy and Paste 你看到 那只這一版 自己呢 都已經有兩個 Circle的Locus 的 或者 Locus 是Circle 就有兩個筆記仔 那由於呢 現在我們用過很多時候 是電子檔的教案 那所以那些筆記呢 小了都不怕的 學生一拉大 都看得清楚的 OK 那你見到我大量 那樣 那些什麼 那些個案1234呢 不斷地鋪回去 這份卷 或者這份PDF檔的 剛才你也見到 我會把自己的字抄下來 譬如說 我有時候有些方法 那些年輕人要記 那我都會可以 用完一道之後 我又是抄了下去 放在第二道 OK 那還有Copy and Paste 還有一個我覺得 很強勁的功能呢 就是 我怎樣在那個貨本上 譬如說 這些 現在看那個書箱的PDF檔 當然是書箱的 我們現在看的 這個file 其實就是書箱給的 PDF檔來的 我們當然 就跟書箱 簽好一些保密的協議 他才會給這個PDF檔我們 OK 那我要教一些題目的時候 突然間 以為沒有空位寫東西 那怎麼辦 那我就說 我在這裡 就叫做 加一頁 Add a Page 這樣他加出來的頁 就會是一個空白頁 來的 那如果我想說 Let's say 我想說 第2題 或者第3題 那我就可以用一個抄字 就是 剛才那個 拿那個剪刀 就出了剪刀之後 我就可以去選擇一個 Copy的空間 然後我就放下去 那我拉得大了的話 由於他超過了他的頁 那個 Width 他就會懂得adjust OK 那我就可以擺定一些東西 在這裡準備下一堂教書 那由於我講過了 D一個chapter 最重要 就是D的資料 那我先抄定 一會兒一趕書的時候 他們說 我忘記了啊sir 那忘記了不是聚 那你記得抄筆記 我會跟同學那樣說 那我們就放在這裡 有什麼事都可以提一提 甚至乎 抵死到 咦咦 上高的東西我都想抄下去 抄了它先 來一次 選了它 就是這樣 我們記得了 這裡有一個按鈕 那如果它 看到是一個矩形的話 那你鍵完之後 它就可以做一個矩形 不是矩形那怎麼辦呢 不是矩形這個很有趣的 這個就是選了某個空間去抄 但是呢 就要自己畫一個圓圈出來的 Copy 然後呢 我就放回那個出來 那當然啦 我們簡選那一刻呢 它就是一個不規則的圖形來的 但是它出來 我看到很多次都是一些矩形來的 OK 那我不要這個 我剪走了它 我現在想做的什麼呢 想做呢 就是把這些字 抄出來 放在下面的 Copy Copy 那我今次可以選擇 就是這樣選Paste 的話呢 它只有一個字 但是我不想只要一個字 喔 反正我這幾顆字都不改的了 我就寫了一個Image 這樣啦 因為最主要就是 那些功課搞什麼的 就是搞19b 那留意啦 如果你用照片抄出來 你是 你拿一個拆膠 是拆不掉這些字的 OK 好 那這個可能要實戰自己用一下啦 好 那這一部分呢 主要呢 就講解Copy&Paste的強勁功能啦 就是我們可以 在 一些密麻麻的 書本裡面 我們可以加一頁的啦 而且我們可以抄個題目下去啦 跟著去做題目啦 那 而一些重要資料的 我們可以經常抄來抄去的 那當然啦 那當然啦 那最好啦 一去到那個位 就曬給學生看 那你下下這樣曬 那那些學生 那些看法筆記都看得 比較容易些 拿回前文後理呀 而應用呀 那些我想都比較容易些的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 就是我現在做的筆記來的 甚至乎呢 那這個你見到 有一些什麼 紅色字仔Cast Discussion 其實我有一版 是做好了的 那 因為我上課呢 怕不夠時間 講那麼多題數 尤其是臨統測之前 比較趕急的時候 那我呢 即使是做好了 我上課講的課題啦 那我想一下 咦 我這樣曬出來 給他看不成的 那我呢 可能呢 就是有限度地曬 有些位呢 就留下 就刺了去 那呢 就在課上裏面做的 OK 那麼 Delete 到時一Delete 就開始 又寫下去啦 OK 那我覺得這個 Copy and Paste 的功能 無論是抄了那些字 或者是抄了那一幅圖 那我覺得都是厲害的 還有可以經常拿來拿去的 例如這個 我一說到直線的邪率 我都會喜歡拿那些圖來用的 OK 那麼 那些圖就會說 邪率大於0 就會有一個 上課的形象 那我要它來記的 OK 那麼這個 抄來抄去 這些筆記 終點怎麼算 終點我就不用公式 我跟它說 頭加尾除以二制 終點來的啦 OK 那麼 有些東西 什麼一點一線 計算直線距離 那我今次這條做了 我下次跟它一再做 你忘記了 我忘記了 我抄給你看了 都比較方便的 好 那講到部分就完了 多謝大家 好 來到這一部分 我們先要看一看 那些學生做成怎樣 看看那些中一仔 搞成怎樣 這份就是中一他們的筆記 不是 功課來的 不是筆記 他們的功課做完之後 訂上網 訂上Google Classroom 我跟他們做批改的 都OK的 都似無似樣的 他們都 運用的技巧都很純粹 你看到有不同的 highlight 或者你看到有些 框的 框應該都是copy and paste 沒理由寫一下 解鑊 尤其是這裏 你看到 它那條主色的 都是 它想提起自己 見老師不斷 copy and paste 它都會提起自己 一起 叫我擺在這裏 那些色可以 用來溫習的時候 是相當之方便的 OK 這是中一的 另外還有一個 另一個中一的同學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就搞笑了 我們連近似直 都有些 花神玩一下 我們都會寫好一些字 我們要尖好線 這個其實做得挺漂亮的 這位同學仔 他把所有的上寫入法 用紫色筆下寫入法 用黃色筆 去展示出來 都挺強勁的 你看到 亦都會運用寬線 去寫一些字 去解釋 筆記 他做得相當之一流 這個 OK 這個是方溫的同學 的水平 看看另一位同學 是方五的 這個 這個當然不是方五 方五 這位 羅詠義 他沒有說一定 中五級 沒有說一定要用電子 中一級 我們學校已經開始 全部推行電子學習 中一級有些不奇怪 中五級是他自己的 那我就會跟他說 如果你做了一些功課 你做了電子版 我們要交實體 那麻煩你 你就會 印出 這個 hard copy 我幫你批改 那如果是網上交的 那你直接交電子版 給我 都可以的了 你看到 都 功力都挺強的 這幅圖 整幅圖 他自己畫出來的 挺厲害的 這個 OK 那甚至乎中六都有 中六做摩卷的同學 摩卷都用這些來做 因為是交電子版 那我覺得 他做得更漂亮的就是 滑圖 滑圖其實會更漂亮 因為那些直線不再是曲線 OK 那甚至乎一些比較重要的 比如說我們學這個 Polar Coordination 我們一定要 畫圖出來 去看看 先去計 都可以的 那你見到 這幅圖 我都覺得 太漂亮了 我也要拿出來 給大家看看 做得挺強的 如果你看到這一塊 就應該是抄下來的 這一塊 在上高抄下來的 其實 運用Copy & Paste 我覺得 是一個 學習上高 挺好的工具 好 同學的 作品介紹就是這樣 多謝大家